現在有同學問到這樣的問題 我們來看一下 牆壁的部分是可以分割的 比如說我在這邊 我們在這個牆壁好了 你看現在我要解鎖一下 到這裡 你牆壁 我想要這邊做一些變化 或者把它裁切一下 你可以按右鍵 有沒有叫做分割牆壁 就是這個 那綠色的話它就會兩個對半分 可是我相信你不見得一定是對半分的對不對 有時候我要大一點就要小一點 所以呢當你分割完之後呢 那個點就可以移動的喔 你看這個點有沒有在這邊 好你就按住有沒有變成這個圖式的時候 調整一下有沒有就先過來了 這樣了解 你移過來之後如果你要再做調整 因為你只要分割之後 兩個就可以設不同材質 這樣有了解的意思 可以設置不同材質 高度啊那些都可以設定 所以其實平常我們在做的時候 比如說你要做隔間 你看到吧 我給各位看一下好不好 假設你要做隔間 我開一個新的 如果你要做隔間 平常我們最單純的方法是怎麼做 我就是來這邊 好我們可能就是這樣直接畫下去就好了 畫下去 畫下去 好沒關係啊 他又有畫三角其實也可以 哈哈 好那在這裡呢 你可以假設如果這裡有隔間就把它先畫過來沒關係 有沒有我是先畫過來了 好那畫完之後我要再把它拆掉的話呢 一樣的按右鍵 我就分割墻底就好了 然後你就自己決定 好那這個我不要把它沾掉 有沒有一樣這樣隔間就出來了 這樣瞭解意思啦 所以你可以先用完了 然後我再不用再重畫一個 不用重畫一個 那看你要切成幾段都ok 切成幾段都可以 好那這樣子的分割應該就沒有問題了 那再來就是我們要設定那個牆壁 牆壁的部分剛剛有同學 我們剛剛有設的內牆對不對 外牆咧 所以外面的你可以這樣點到他來設 但是如果你懶得一個一個做 可不可以一次選幾多個 可以的 裡面的牆壁比較容易做 因為地板就可以設了 可是呢外面的牆壁你看就shift了 shift了是加選也是減選 好所以你點到他一次就選起來再點一次 前面就取下 好這樣瞭解意思 所以我點到這邊 點到這邊 當然你用框的也可以 你看我這樣框過來有沒有 從外面框過來也是一種方法 好那如果我就先從這幾個牆壁開始 好把它點 那你好了之後呢我就可以用 那我先留一個不要啦 先留這邊不要好了 ok我就按右鍵 好一樣的自定義牆壁 我們剛剛做的是外面的 所以我們現在做裡面的是這一邊 左邊的 好左邊的 我們如果你們這樣是紅磚牆 你用這一種嗎 對不對 好那有的是那種摩石子的啊 對不對 好 欸這是大理師的 我記得他我們那個摩石子的 小力學 好 ok 有沒有這樣就ok了 這樣是不是就一次好幾個 當然還有另外一種方式 還有另外一種方式就是什麼 用複製的 欸 有沒有人有學過網頁的 網頁有一種東西叫做什麼 樣式 樣式 欸你用印製有沒有樣式 有人有學過印製有沒有樣式 也有 樣式可不可以 重複使用 可以的 你看我來這邊 複製 我點到我要複製的那個樣式把它複製一下 但是呢我要貼上 我來這邊 我來把它做一個貼上 可是正式貼上 不是真的把模型貼上 而是貼上 他中文官都似樣 那就是我們講的樣式 有沒有發現貼上是不是有兩種 順便提一下 我跟他反應了 中文翻譯有一個錯字 你有看到了吧 複製是這個複嗎 他所有的複都弄錯了 所以我有跟那個李先生講一樣 好你看 我們就來這邊貼上樣式就好 你看一下後面 有沒有過來了 這樣了解嗎 所以你要一個一個弄也沒有關係 也是可以的 只要你把樣式準備好就好 那下面這邊呢 一樣的啦 一樣的方法就不用再做了 這樣有沒有問題 沒有齁 好的